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人民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的政府制度 民主主义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本身都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好理论 但人有罪性 通过人的生活 通过人的手来治理国家 然后很多东西就变得腐败 偏离了最初的设计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 国家政府制度对我们的个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灯和光系列视频 宣神真理203 已经呈现出自由民主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 宣神真理204的视频将呈现共产极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的信息 如果国家有皇帝或国王来统治国家 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推动他们自己的议程 如果皇帝或国王是一个有良好诚信和良好道德的统治者 他们会关心自己的人民 那么就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主义 它促进国家财富的平等分配 但人类的罪恶本性接管了这个制度 它就会失去原来的设计 变成共产极权 政治权力的集中是地球上最危险的事情 它会控制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成为专制政权 暴君控制的国家 决策全部出自最高的艺人 并且抵制反对意见 所以国家很难进步而且容易崩溃 共产极权消除个人自由 人权和民主 并将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强加于社会 共产极权是一种政府形式 旨在通过一党独裁来完全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共产极权镇压任何反对派或异议 并利用宣传 审查和暴力来维持政治和军事力量 共产极权为了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利益而剥削人民的资源和劳动力 并进行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和扩张的政策 共产极权的优点 它可以促进公民之间的平等 它可以满足食物、住所和医疗保健等基本需求 能够高效决策、危机时稳定、快速变化 共产极权的缺点 它可能导致缺乏创新力和创造力 对他们的错误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它可能导致缺乏个人自由和权利 由于缺乏竞争 它可能导致经济效率低下 从幼儿团开始就对孩子洗脑 训练他们斗争 导致人们产生奴隶心态 失去想象力成为渔民 培养人们热爱政党 这表明他们的政党是他们的祖国 不是国家为人民服务 而是人民为政党服务 他们把人当作韭菜和人矿 赚钱工具 使用监控摄像头完全控制他们的人民 不允许自由媒体 并切断与国外的信息 滥用权力 侵犯人权 镇压意义和反对派 无视个人自由 导致公民丧失战斗意志 暴君想要控制国家 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暴君身边的人总是对他们的领导说谎 所以没有人会说出真相来指出暴君的错误 利用宣传 压制一切关于他们国家的错误行为和坏消息 并向世界描绘他们国家伟大而美丽的图景 他们不仅欺骗其他的国家和人民 也欺骗自己 共产极权国家的最终结果 一 政府烂了便成为魔鬼政权 二 官员凶了便成为凶恶爪牙 三 是非倒了便成为道德沦丧 四 媒体死了便成为正义销声 五精英坏了便成为假冒伪善 六 底层乱了便成为丧失人性 七 人民惨了便成为可怜的人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即使是共产极权政府也会犯错误 只要他们继续掩盖错误 不履行纠正错误的责任 他们的国家将会变得更糟 总体而言 虽然共产极权最初在某些方面可能看起来是有益的 但其负面后果超过了任何潜在的好处 他对个人自由的漠视 而产生对社会文化结构及其经济健康会造成持久的损害 不履行